妈呀 累死我了 可算到我家了 勋勋 别不高兴了 你妈妈有正经的事情要做 怎么 跟干妈待在一起不高兴吗 你少骗我了 星期和敏慧也不回来 已经是要去过二月世界了 再把我扔给你 有了老公就不要儿子 连个电话都不打 就是 连个电话都不打 你放心 等他们回来 我帮你检测他们 笑一个 干妈 你也在等你妈咪给你打电话吗 我 我才没有等了又没良心的 打电话给我 干脆憋回来 快下雨了 回去吧 如果今天我们没有找到姜生 或者姜生也证明不了我的清白 你要怎么办 灵慧 事情已经说清楚了 你能不能不要再用这样的态度和我说话 我用什么态度跟你讲话是我的自由 你有怨气你有不满就冲我发出来 只要你能消气 我一开始是挺委屈的 但是现在 不重要了 我很理解陈家军一开始那种愤怒 他其实是一种无助 他面对这样的事情 他无能为力的一种无助 但我从来不相信是你害死了苏田 这一点我希望你无论如何都要相信我 我相信你 但是你始终都不明白 对我来说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对你做一次 比较省 我看我 我看你